未来就台湾的经济 我们看到这个经济部 也喊出了龙腾计划 那到底是不是一个特效药 还是只会沦为这个口号呢 我们看整个出口数据下滑 厂商是叫苦连天 那么我们看到 国民党的中常委邱福生 他也跳出来批评了 那么他明确点出了 政府用错时间 用错方式去执行政策 导致民怨四起 偏偏政治人物呢 又把这些政策 变成是个人作秀的场合 我们有时候在内耗花了很多时间 政府拼经济没成果 出口表现差 抬开董事长同时也是 国民党中常委邱福生直言 就是政府浪费太多时间 再做不恰当的事 实现理想是每一个领导人 或是每一个总统都很想做的 所以我也一直在强调 就是说我们要看时间 看方法 邱福生说台湾人应变力强 产业就像摩托车一样轻巧 能够适应各种变化 但邮电双掌 正所税 加上美牛问题 这几个月来 政府在忙着应付这些事情的同时 台湾的经济数据 却不敌欧债 跟韩国竞争的威胁 急速下降 国家政策沦为政治人物的表演舞台 邱福生感叹 这或许就是台湾民主化的代价 而跟他有同感的远东集团董事长徐旭东 接连几天炮轰马政府后 似乎开始收起火力 或许已经是苦口婆心 徐旭东这次不悲观 换个角度来回应 大老板们用尽各种方式 就希望能唤醒政府赶快动起来拼经济 东森财经新闻 林平宏瑞里综合报道